菩萨聪明有智慧他能够转变 把第六诗转变成妙观察制 观察是明了 第六诗在言见明了 在耳听明了 在笔秀明了 在学长明了 在身粗明了 在意知明了 观观察 加一个庙 庙就是 虽然明了不着相 不分别 明了不分别 这是真智慧 明了要加上分别 那就迷了 就不是真智慧了 那就要实了 不叫智了 像镜子到外面的境界一样 你看他清清楚楚明明了了 他们有分别 他们有知足 他们有妄想 所以佛常常教我们用心如尽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面对一切人事无 我们起心动念像一面镜子一样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里头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智主 这叫智照 妙观察智照 六成境界 转地其实为平等性 智 第七诗是染意 智主 智主就不平等了 平等了 就没有智主了 所以对一切法不再执着了 你的平等性陷进了 平等性智陷进了 有丝毫智主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不对的 这不是智 智 智就造一业 智不造一业 对的 对的 智不造一业 对的